大家好 欢迎收听老范讲故事的YouTube频道 今天我们还是在马来西亚新山 然后我们请到了一位新山本地的马来华人 一位小姐姐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她的教育经历 一个非常神奇的教育经历 号称是从初中毕业五年就可以拿到硕士 因为连高中大学 在国内的话三年高中四年本科 两年或者是两年半的这个硕士 那么这个是一个很半场的经历 但是对于她来说就是五年就可以拿到硕士 在这个过程你是跳级还是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吗 其实是这样的 之前我是在马来西亚华校上的那个小学 上到了三年级 然后就转去了马来西亚的国际学校 国际高中 然后就直接就进国际高中之前 会有一个小小的考试 就看你的水平啊 各类的那些学术怎么样 如果OK的话 她就能直接给你申请跳一级 然后就能直接快一年上国际高中 然后上了国际高中呢 我是直接用了模拟考试的那个成绩 直接申请了英国的那个预科 英国预科我申请的是七到八个月制的 就会比一年的预科还来得快 但是可能也会比较繁忙 然后英国的预科一过了 我就直接在17岁就上了大一 正好前面我们还缺一段你的介绍 你要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 我是马来西亚新山本地华人 然后我叫罗轩就宣告的那个宣布的宣布 然后是156岁就在这里的高中毕业 然后1617岁是在英国上的预科 17岁正式上大一 现在18就大任了 现在算在实习 对现在我是在福利集团实习 就因为感觉这里 这个公司规模也挺大的 然后也挺有名的 然后不太没那么容易 就能那么有那么好的机会 进来这里实习 其实我比较关心的就是像马来西亚 像你从小上的叫华校 有马来人吗 当然有 也有 就它是三大种族都会有 就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 它其实都会在这个马来西亚华校里面 对因为其实有些印度人 他们也会重视就马来西亚的本地华人教育 觉得华人教育其实挺好的 就是那种政府学校的 有一个我其实觉得很奇怪 因为在沙巴的人 它是三大种族是华人 马来人和土族 土族 土族对 但是到你这里就没有土族了 然后变成了印度人 这个是怎么变化的 其实土族跟印度人 它是有两种说法 因为其实有些人他们会认为 印度人可以算是土族里面的 一种 一种 其中一种 但我是就这里都会习惯性 称印度人 就把印度人和土族给分开 一些印度人可能会比较敏感 会不太喜欢别人把他们归类为土族 但这边是不是就没有土族 也有 当然也有 对 但种族分类的比较多 可能也不太好说 像你们 这是小学的时候除了华校 还有其他学校吗 有啊 国际小学 国际小学 国际初中 什么的 或一些私立的呀 马来小学 马来初中 其实都有 华校算是公立 是私立 公立 公立 他其实看 我也不太保证 因为有些是公立 有些是私立 OK 他其实是看 这所学校自己跟政府是怎么去 你是必须要学马来文英文和汉语 对 华校 华校式的 如果是马来学校就不用学汉语 马来学校 其实好像如果我没有错的话 它是可以 有一种选择 就你可以去选 选修汉语 对 我其实有一点比较好奇 你们学汉语 学的是简体字 还是繁体字 简体字 简体字多 对 哦 这个 就除了那些 可能舒凯啊 可能会学一点繁体字 但其实平时用的以前 我们学的都是简体字多 因为我做 Grab来的时候 是一个马来大哥 然后呢 他是 应该是80年代学的 上的小学 然后学的汉语 他学的是繁体字 对 他说后来 就慢慢的换成简体了 好像政府也没有出任何指令 然后只是用的多了 然后就慢慢都改成简体了 对 基本差不多是这样 因为我爸爸 然后我爷爷 他们那个年代 是学繁体 繁体 OK 那你们是学汉语拼音吗 学 我们也学 这个那基本上是用的 你们是自己编的教材 还是用的中国教材 都是自己的 自己编的 OK 因为可能中国教材 对我们来说 可能还是会有那么一点点的难 因为毕竟我们从小是三于长大的嘛 对中文不是那么的精准 你不是那么的精确去 没有 我觉得你说的已经很好了 因为我知道新加坡一直用的是简体 是的 比如说上小学上完了以后 然后你是上了初中了吗 还是没有上初中 上初中 上初中 上的其实也比较快 就基本是两三年初中 如果是两年初中 就是三年高中 如果是三年初中 就两年高中 都是 就是你们这边的制度就是这样的 就是 2加3或者3加2 国际高中 国际 比较快 国际学校 国际学校 OK 初高中 初高中 都是国际学校 你们这边是个初中 也是按修学分 修完了就可以走了 我上的是这里的本地 新加坡满国际学校 坡满国际 OK 对 但是我们的就不是 就没有算那么多学分 我们是直接初中读完了 直升同一所学校的高中 所以我们基本不怎么看学分 那像你们升学压力大吗 就是你需要跟很多人竞争啊 什么的这样的 其实还好 因为之前 就我读国际学校的时候 国际学校并没有那么的有名 也不是那么的多人去读这个学校 所以人其实都还挺少的 像我们之前一班才二十几个人 最多 然后每个年纪只有最多两到三班 对我们来说升学率什么的 其实并没有非常大的压力 基本你可以就全科都及格 你就能直接升了 除非你转校 这个可能成绩好一点 比如说我多大比例可以升上去 80到90个percent 那就基本上都收上去了 对 就除非真的你成绩非常的不好 或是品德什么非常的不好 那就得留意 了解 现在这个国际学校是不是就变得拥挤很多了 现在陆续会比较多人 对 而且现在的国际学校也越来越多了嘛 是 所以肯定就竞争压压什么也会相对比较大一点 对 但这个肯定要比国内高考还是要容易很多的 国内中考高考都是很残酷的 对 它肯定不能跟国内比 国内的人口什么的也比较多 然后这里的国际高中肯定也会比较来的轻松一点 就没有那么大的压迫感 等于你初中毕业了以后就开始到英国去读预科 那么这个是因为你自己学习好呢 还是说大家都可以去做这个事情 其实这也得看成绩 还要看成绩 对 因为一般来说的情况下是初中读完了 可能读个一两年高中 然后是用高中最终的成绩去升了预科 但是我是直接用了模拟考的成绩升了预科 你等于在初中就做了一些高中的模拟考 差不多 然后就直接拿模拟考的成绩升了预科过了 我是直接高中基本拍完毕业照 我就直接飞去英国了 就没有得到很正式的那些 模拟考 你了解SAT考是吗 有听过 像你这个模拟考跟SAT比较起来 它的难度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SAT可能比较难 因为我的模拟考它是那种学校高中的 像是GCI系 因为我的SILVER是GCI系的 英国的 我是直接在GCI系最终的考试前面的一个模拟考 对不起 它是属于那种高中要快要毕业高三前面的一个模拟考那样的 我是直接使用了那个去升的 如果SAT的话它应该差不多跟我们预科的那个考试是一样 那你到英国去读书的话是要付很贵的学费呢 还是说也可以搞到奖学金啊 会有奖学金其实 会有那种国际生奖学金 可是如果你成绩再好一点 它会另外给你一些奖学金 双份奖学金 你是学什么专业呢 我学的是政治与国际关系专业 哇那你家里应该是蛮有钱的吧 没有 一般我觉得穷人不学这个东西 主要自己也挺感兴趣的 因为原本是想读音乐类的 音乐类的 那跨度很大啊 然后就读了个预科 预科里面我就选了这几门课嘛 因为看着也挺感兴趣的 之前也没有怎么接触过 我就感觉读得还不错 就它会让我觉得音乐它能成为一个兴趣爱好 这个就有点让我想要更深入的去了解 更深入的去读 但你觉得像这样的学科学出来以后 你如何就业呢 或者他这个一般学这个的人出来做什么 挺他的就业挺广泛的 他可以到各种外交官啊 外交官很少的 对啊 这个很难进去的 成绩得非常好 自己也得非常优秀才能到外交官 然后去做各种商业生意啊 或者商业类的东西 其实都还挺吃香的 OK 因为我们也会学类似一些经济啊 那些的graph 是是是 都会有接触 是 因为国内是经管啊 叫经营和管理相关的学科 今年整个的招生都特别惨 国内的就很多人就教大家说 OK你要去考学的时候 一定要想清楚你出来怎么就业 说你真的学了一个经营与管理 或者这样的学科出来以后 谁会把企业交给你经营管理呢 对吧 就算你自己有企业 你能够说 来个大学生说 我把企业交给你管吧 这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就是今年 文科生吧 大部分是去学中文 学一些这种比较实用的学科 然后男生或者很多工科生 就是去学记痕机 国内是情况比较特殊 因为国内每年要毕业 今年毕业了1100多万本科生 经济不是很好的时候 就这些人就没有工作 1100万 然后每年1000多万 然后今年参加高考的人 大概是1300万人 对于马来西亚来说 可能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对 但是今年整个中国才出生了 大概800万人 就是出生人口崩了 就是大家不生了 这是国内比较特殊的一个情况 所以你觉得这个专业 在国内属于是 这个除非就是家族关系很好 或者是家里有一些背景 可以让你去就业的话 否则是 不是那么容易就业的一个行业 因为我本身是马来西亚人 是是是 马来西亚它很多那种政府和系统 都是跟着英国的 是 所以对我来说 其实还挺好就业的 我在英国读的是这个专业 是 原来马来西亚它是通用的 像你们回来是可以去考公元 是可以的 对 那你后面是 现在是大二 然后再上一年 可以就开始去报研究生 对 就我现在18岁 大二嘛 19岁我就大三毕业了 是 就能拿到一个英国的本科 然后差不多19 20 我就能去上硕士 硕士 英国硕士就只需要读一年嘛 一年之后 我差不多20 21 我就硕士毕业了 真的是节省了很多的青春啊 对 这个比我们三年高中 四年本科和两年半研究生 真的是节省非常多 而且是由英国 是很好的学校 哪个学校 博明汉大学 应该也是英国相当不错的大学了 对 在那里拿到文凭 你觉得比如说在马来西亚 是要学习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可以去走这条路 还是说我家里要足够有钱 才可以走这条路 其实自身的成绩 如果可以的话 就尽量把它提到最好 这是成绩的 对 如果成绩好 然后刚好就 你比如说你在原来的学校 这个做年纪排名吗 不做 不做 那你比如说在你原来在学校里边 一个年纪里应该排在一个 就是你自己大概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 我自己的成绩 因为其实我们学校成绩好的人挺多的 就刚好可能那一天 就模拟考那一天 我也比较幸运 OK 可能可以排在年纪前十前五的模拟考 前十前五 那一个年纪是五六十人 差不多 所以你基本上是排在前10%左右 对 就可以来做这件事情 OK 那像你们学校里面排的 考的最好的人都去哪里 他们其实现在有的就还没有找到 就新一的大学 OK 有的就还在读预科 对 他们比你慢 对 那总理每条路的人还有吗 基本上升大学的时候 他就不单单只看成绩 他会看一些你的课外活动 和你在学校的积极程度 一些其他的加分项 那你原来是做了很多课外活动 我原来有参加过挺多那种学校的学生会 然后很多策划 包括一些校外的一些商业比赛那样的 这个是非常棒的 对 那我儿子是因为要参加高考 所以他没有什么课外活动 所以我就很痛苦 他考了个托福 托福成绩其实还好 我儿子的托福是106 但是他没有很多的课外活动 所以现在再去升大学的时候 我就很头疼 其实这个也能稍微补一点 因为其实不多高中生 会有那么多的那些课外活动去辅助 在国内肯定 但是也不好说 当你考课标准确定了以后 他们就会去组织人 比如说到非洲去喂大象 去拯救野生动物 反正他会想出各种奇怪的事情来 你原来是有很多的课外活动 有很多这样的加分 对 之前就从小父母就会可能 帮我们安排一些课外活动 什么 然后就自己慢慢后来长大了 就会明白这些 就自己会去升 是 这个其实非常非常重要 这个是不是还是要家里 他要具备一定的经济条件 才可以去做这个事情 其实并不需要那种经济条件非常好的 因为其实如果就算经济条件不好 但学校已经录取你了 你也可以跟学校那里就沟通协商 申请贷款 对都可以 学校那里就有的学校 他甚至可以帮你去贷款 对 就是他替你帮你还一顿 对 所以他其实看每个家庭 他不同的那个经济level 他会不同的那个 其实经济的等级并没有那么重要 更重要的可能叫父母的眼光 就是他有些人可能你虽然有钱 但是父母我没想到这个事情 可能就说你就在这慢慢混就好了 你父母愿意把你送出去吧 对 挺愿意的 他们之前就在我们读高中的时候 就已经有跟我们讲 如果我们想出国 得自己把成绩搞好 是 只要自己的自身条件OK 他们都会愿意就出这个钱 这样你这个一年的这个学费是多少 差不多2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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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英镑 2万2 2万3 然后在生活费呢 生活费 其实因为我去的时候还是未成年嘛 所以我都是住宿 然后职也是学校 寄宿吧 就是他要寄宿家庭的 我之前去的时候是直接在学校的那个 住宿的 对 还好 因为我们那里动其实都是未成年的 因为我们学校也有预科嘛 我们那一栋未成年基本都是读预科 然后就有一个单英嘛 然后我们那一栋的楼下就会有一个食堂什么的 就也能下楼池 所以我们就比较便宜了 便宜很多 OK 那你现在就可以搬出来自己租房住 是的 但肯定还是学校的宿舍会比较便宜 那像这边比如华人家庭 是不是都是会这样去教育私女 说像你这样的情况是一个特例呢 还是说大家都差不太多 可能在以前看来会比较少有这样的情况 OK 就爸妈那么舍得就愿意去花这个钱 那么多笔 那么大笔钱 是 去供就自己的小孩读书 可能还没读个好几年 也不一定 然后现在可能会有比较多一点点 但依然没有那么的 那么的多人去选择这条路 因为它真的很烧钱 很烧钱 对 而且你觉得你烧掉的这些钱 未来你能赚回来 我希望可以 而且就我之前在英国那里 就也会做一些小兼职呀 什么的 可以的话就先给自己赚一点生活费什么 就父母压力也没有那么大 这边你觉得华人家庭的小孩 最后留学的比例有多少 不管 咱们不说这个考不上的问题 就是说如果能 就是学习还OK的话 华人家庭留学的小孩 就在马来西亚的比例 对对对 或者在新山 可能会有40个 percent percent左右 那很高啊 非常好 三四十差不多 因为你想中国一年有1000万人考大学 如果有40%人出去留学的话 比比如新西兰的人口都多 这是一个很恐怖的数字 对 因为就有些他们会去选择留学的地区 它的开销呀 费用也都那么的高 英国其实算贵的嘛 算挺贵的 因为很多朋友他们会选择去那种 韩国呀 日本呀 就相对开销会比较低一点点 到底到那边还要学韩语日语 对就他们会在这里 因为这里国际学校 国际高中很多都会有 给你一些很大的平台 让你去学 让你去选 你要学就选修什么外语 这边有很多人去中国留学吗 也挺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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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们也身为外籍嘛 是是是我知道 你们可以很低的分数就可以考到学华北大的 如果是中国的小孩 比如说在国内上完初中了 然后到这边的话 你觉得他们从学习能力上说 能够走你的条路 走我这条路 就是比如说直接去参加一个模拟考试 然后去读预科 然后就开始去上大学 我觉得是是可以的 是可行的 但是要是如果真的是要直接用模拟考试的成绩去升这个语科 他可能还是会有一点点难度 在哪里 因为本身就是中国人嘛 中国小孩嘛 对 就转过来的时候 还要在这里上国际高中什么 怕语言系统可能会有一些 英文不好 这是有可能的 会要需要适应 需要一小段时间来适应 然后直接用模拟考的成绩 就真的除非那小孩 他的适应能力快 然后模拟考成绩都很好 那走这条路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OK 但其实模拟考成绩升还是比较少见的 很多都是直接等毕业了 直接拿那个正式考试的成绩去升 OKOKOK了解了解 但是就是你只要初中毕业 就是可以去参加这个正式考试 我的是高中毕业 高中毕业的 我的是高中的模拟考 我知道但是你是初中毕业了 然后去参加的那个考试 初中毕业了上了一年高中 你还是上了一年高中 OKOK 上了一年高中 上了一年高中 对 其实你们的教育之后是相对来说比较灵活 对对对 国内的话就是小学生初中就开始做大量的考试 国内的系统什么数学呀都会比较好多好 数学极其严格 对因为我们原来去问过国内做SAT考试培训的那些培训机构 我说你们都教什么 他说我们只教英文 不教数学 我说为什么不教数学 他SAT明明是英文跟数学两个课 他说中国初中的数学考SAT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就教的非常难 对这个其实没有什么必要 而且他们教的很多东西会让小孩子对数学失去兴趣的 这个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 压力非常非常大 这是一个马来西亚华人 我觉得你应该算学霸 就是算学得很好了 对而且家里应该还是经济条件不错 然后可以去走一条特殊的路径 可以在20多岁就可以拿到研究生毕业的这个文凭 你准备再去读博士吗 因为我的不是那么就专业性没有那么强 我了解 对所以可能博士如果有的话也是就打算办公帮读 了解 我也不会就就只去生博士 这是很有趣的一个一个沟通 然后我们也知道了一些不同人的生活方式 好我们感谢大家收听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再见